在运河沿岸,有一座古墓,埋葬的是外国的国王,这在整个华夏大地都是很罕见的,而且古墓旁边还留下了专门的外国首领人,至今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我是大琪子,我们的运河之行来到了山东德州,在德州有一座明朝时候修建的陵墓,这座陵墓很特殊,它是当时苏陆国国王的陵墓,苏陆国也就是现在的菲律宾,那在德州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外国国王的陵墓呢?今天咱们就一起去一探究竟 苏陆国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苏陆国的主要领土在如今菲律宾所属的苏陆群岛上,苏陆群岛的位置在菲律宾的西南部,由数百个火山岛,珊瑚岛,无数岩滩和岸礁组成,按理说一个大海上的岛国和德州这里八个杆子打不着,国王的墓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这就要从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开始说起,朱棣在位时期,想把大明的国威散播海外,同时也希望开辟更多的营商可能性 郑和多次下西洋,但郑和的下西洋和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有本质的区别,郑和的目的是散播黄恩,而西方的目的是殖民掠夺 在这种背景下,大海上大大小小的国家知道了大明王朝 陆陆续续的,各个国家开始派使臣来到大明 每次来了之后,朱棣就一个字赏 这样一来,各个国家,尤其是小国,最喜欢来大明 而且朱棣会根据使团的规模赏赐也有不同,规模越大,赏赐越多 就拿朝鲜国举个例子,原本应该三年一次来北京朝贡,变成了一年来了九十多次 苏陆国也不例外,一大家子加上规模庞大的使团就多次沿着运河来到过北京 那个时候的大明绝对是万国来朝的景象 在当时,苏陆国访华的规模是空前的 苏陆国一共有三位国王,分别是东王、西王和洞王 在永乐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417年 三位国王带着他们的家眷、官员 以及三百四十多人组成的友好代表团来到大明 受到朱棣的隆重接待,历时27天 到了九月份,苏陆国东王在归国途中并驶于德州以北的安灵役 朱棣语,在德州择地,以王里安葬东王 明代的丧葬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这座苏陆王墓,以王侯墓葬等级,在神道两侧配置了七对石像生 自南到北,分别是石狮两座,华表两座 石狐两座,石阳两座,石马两座,五官两座,文官两座 研究过明代墓葬的,一看就知道苏陆王墓的规格一定不低 走进苏陆王墓的大门,有几间院落 里面陈列着一些残破的石碑和文物古迹 也向我们展示出近些年来 从菲律宾而来的人在此进行了一系列祭祖活动 苏陆国东王在德州病逝之后 是被以王爷的礼制下葬的 朱蒂封坛为宫定王 我们可以看到在墓种的前面墓位上书写着 故苏陆国攻定王墓 苏陆国东王陵墓的风土高3.34米 直径有16.4米 用条石围砌 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保护和苏陆王后裔的世代守护下 王墓至今是保存完好的 苏陆王墓所在的这个村子北营村 它其实是一个守灵村 在苏陆国东王病逝之后呢 他的王妃还有次子和三儿子是没有离开中国的 一直在这边守灵 后来呢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下去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苏陆王妃和他的次子 还有三子的陵墓 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 使团的大部分成员也都留在了德州 逐渐融入了中华民族 后来改姓了温和安 整个这一片区域如果是安姓和温姓 那大概率就是苏陆国王的后代 苏陆王墓确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它也从侧面向我们展现出了曾经大运河的繁忙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拜拜 拜拜